花膠肉絲拌烏冬 烏冬滑哩哩, 花膠很彈牙 讓我先煮一杯咖啡 我不太擅長 自從我買了這部咖啡機之後 我真的外出賣少了咖啡喝 剛剛好 對, 這個真是很神奇 送個心心給大家 小心啊, 小心啊 應該送給我的 你喝咖啡, 你不要吃我這個花膠肉絲互冬 好, 讓我來吃一杯咖啡 最近天氣開始冷了 我經常下班回家 很想吃一些舒適食 或者早上起床的時候 都會想吃一些很暖粒暖胃的東西 才來開工 我在外面吃過花膠雞的灰烏冬 我就覺得很棒 我自己就轉移一下 做一個花膠肉絲露糊或灰烏冬 上次我放了上IG 大家就問我能否教我怎麼做 所以今天的VLOG 就是教大家做這個, 很簡單而已 首先, 花膠 其實花膠我一早通常已經發凍了一堆 然後一袋袋子放在冰箱上 我要用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解凍 我們會用今天兩塊花膠 肉絲, 還要切一點的 烏冬 還有一點蔥、芫荽 花膠也是切絲 其實可以剪刀 豆粉、糖、蒜粉、白胡椒 一點蒜 好, 生抽 好, 先把烏冬煮了 我自己喜歡用的烏冬 就是真打牌子的杜亭烏冬 滾水滾一滾, 滾一滾很快 不要滾太久, 要不然就很容易淋掉 我開始用生鐵鍋 所以火喉要控制得很好 因為它不是不黏 然後我會放一點湯 我通常喜歡用什麼 就是我家裡煮了什麼湯 有什麼湯我就加一點 雞湯也好, 粟米湯也好 瘦肉湯也好 我覺得會比較天然 如果家裡沒有煮湯, 你可以用清雞湯 好, 現在就加一些花膠 加完花膠之後 你也要讓它入味 這時候我會加一點薑粉 或者如果你有新鮮薑汁 一點 接著就加一點酒 因為花膠始終也有一點腥味 加一點酒下去會比較香 然後可以撒走一點腥味 加多一點點味 這裡就是兩個人很喜歡的份量 如果你想吃多一點烏冬也可以 這個汁的份量 好看你自己喜歡多少汁 如果你喜歡多汁一點 可能你要再加點湯 我會再加多一點新鮮的蒜 攪拌一攪 好, 很好吃 好 好 好開心 這裡可以留一點給Damon加料 因為Damon非常喜歡吃花膠 Jamie不喜歡吃花膠 可以加一些新鮮辣椒, 兩碗花膠肉絲拌烏冬 完成, 很香, 我們拌來看看, 好不好? 烏冬滑滑滑滑, 花膠很彈牙 味道足夠, 但清淡, 待會加一些桂蘭辣椒醬 ежду但是當中幾 examples, 如果有iskt壁都嘗試 見到這些市場 門外攤出只有兩根櫻的路